有人能倒大煤,就有人能想大福 大清国的慈禧老太后,想当年呢,也有吃不上饭的时候 比方说,八国联军她带着光绪逃难的事 慈禧太后呢,是满洲湘南奇人,叶赫纳纳士 她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呢,不知道 也就是说,那么大的太后,她叫什么名字呢,史书上都没有记载 但是呢,坊间有流传说呢,她叫姓曾 因为呢,她妹妹叫婉曾 但是婉曾这个名字呢,也是出嫁以后的名字 出嫁以前呢,叫荣二 另外呢,慈禧太后还有个姐姐 历史上呢,没什么记载,当然也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慈禧她爸爸叫慧征 咸丰202月呢,慧征从山西归随到道园调任 安徽临时广泰道园,驻扎在五虎 这时候呢,太平军占领了长沙,冰封直指五虎 慧征点了点自己手上的人马,觉得干不过太平军 就带着一家人,老婆女儿,还有两个儿子,还有一万两银子,跑了 往哪跑呢,南京,南京是大城市 结果呢,南京手被胆子太小,不敢开门 慧征只好往镇江逃跑 这时候呢,慧征的二女儿,也就是慈禧,在北京已经被封为南贵人 慧征呢,就在镇江都办粮草 结果,因为这个事儿,被其他大臣掺了他一本 说他临阵脱逃,他明明呢,是安徽的临持广泰道道员 结果呢,跑去镇江都办粮草 因为慧征这样的官员,导致安徽失守,也就罢了 关键呢,他还带着一万两银子呢 说他斜宽潜逃,一点不过分 咸丰帝一看,反正你也不在安徽了 镇江的事儿呢,你也别干了,就地革职 并且呢,要他回京等候处分 慧征呢,得到消息以后,差事也别干了 一来这一阵子颠沛流泥,到处逃跑 二来呢,又特别生气,没几天呢,死了 他死的时候啊,因为被革职了 也不在他本来的驻地 因为他的驻地占五虎,早就被太平均占领了 他的大女儿呢,借了钱,买了烤薄皮的棺材 雇了一艘巫棚船,巫棚船外呢 用白布包上,打上白帆 说明呢,这是一条临船 晃晃悠悠的,打算走大运河,往北京走 到了北京就好办了 毕竟慧征的二女儿啊,刚刚当上南贵人 一路上审吃俭用 这一天就到了江苏淮安府桃源县 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寺阳 这一路上呢,慧征的大女儿 带着两个弟弟,还有一个生得病的妈妈 可以说是旅途艰难,而且呢,一贫如洗 非常的窘迫,凄凉 这时候船外忽然有人叫喊 说,环安府桃源县支县吴唐 送电银三百两 说完了一个小时,登船送上了一包银子 行那个你就走了 作为一个被革职查办的犯官死了 就算是关系非常好的同僚贪官 也不过送个三五两银子,意思意思 哪有一下子送三百两的 大姑娘就问她妈妈 说,父亲和这个桃源县支县吴唐是什么关系 她妈妈说,我哪知道啊 不过呢,自古以来贪官惜贪官 贪官之间的起义呢,恐怕也是有的 大姑娘觉得不靠谱,会不会是送错了 心有疑虑,就说 这三百两银子都不能动,等一等再说 这三百两银子呢,还真是送错了 因为这个桃源县支县吴唐 得知呢,他的一个老朋友病逝 临船呢,正好经过桃源县 就那小时呢,送去三百两白银的电银 结果呢,小时在运河码头 看到一条挂着白饭的临船 就把银子送过去了 等小时回来,吴唐死去的朋友的家属 特地来拜见,一问才知道 这个小时呢,把银子送错了 没则,吴唐另外又包了三百两的电银 让他的朋友家属带走 这时候呢,吴唐的小时说 既然银子送错了,我去把银子要回来 吴唐想了想说 按照小时说的临船的规制 应该也是官员的临船 把送出去的电银再要回来 钱不钱呢,是小事 再把人家给得罪了 划不来 你哪里知道他是什么品级的贪官呢? 钱不重要,还是脸重要? 当官呢,当然是脸重要 既然如此,不如将错就错 但是呢,好歹钱已经送出去了 那么,送佛就要送到西 然后吴唐身穿朝服 又另外准备了一份礼物 亲自送到惠正的临船上 上船呢,又祭拜了一番 又说了一堆客气话 嘘寒问暖之后 表达了对惠正的景仰之情 有如滔滔江水,年年不绝 说到秦深之处 还涌出了两行热泪 这样一来 也说的惠正的夫人和大女儿抽气之声不断 寒泪之中呢,送走了吴唐 吴唐下了船,回到家 小师就问吴唐 大人和大刑那位大人很熟吗? 大刑呢,说的是人去世以后还没下葬的状态 成为大刑之人 吴唐说,不认识 听都没听说过 小师心中呢,不由得挑出大拇歌 这三百两白银 对于当时惠正一家 真是救了命 长女呢,感激替您 将吴唐的名帖放在书头盒子里 后来呢,写信给她的妹妹说 吴姊妹她日躺日得志,勿妄言 她妹妹呢,后来封怡平 1855年,生皇帮子载纯 也就是后来的同志皇帝 1857年,封怡贵妃 1861年的8月22日 咸丰帝呢,病死 遗兆呢,赐灰号慈禧 后来联合宫庆王发动新有重变 成为以后四十多年 中国的实际的统治者 从此以后,吴唐就开了挂 在此之前呢,吴唐当知县就当了十年 自从慈禧掌权以后 就官运亨通 知府都不干了 直接升徐海道道台 同年年底,升江陵不正使 第二年以江陵不正使代理朝运总督 后来干脆呢,实受朝运总督 1864年,又淑林梁广总督 同年呢,还淑林两江总督 1866年,实受闽浙总督 1868年,实受四川总督 兼属成都将军 然后呢,一直在这个肥缺上干了八年 一直到1876年,因病去世 吴唐呢,怒露雍彩 短短一年时间 居然就可以和曾国藩平起平坐 而当时的李鸿章 还只是幕府的相伴隐物 而左宗棠也只是一个 从无品的兵部囊中 同志帝呢,给吴唐的赵叔理说 吴唐受阵,特达之之 开诚委任,只能历史宫中 以图报称 一个六岁的小屁孩小皇帝 能对吴唐有什么特达之之呢 所以呢,人倒霉呢 是暂时的,钱很重要 但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不拿钱当回事 钱就拿你当回事 明天是很美好的 但今天很倒霉 所以坚持把今天过好 明天才会更好 你怎么知道 好运气不会比明天的太阳来得更早呢 有什么特殇的小谷